1994年2月19日 晚上8点15分 几名医护人员护送一位女星 急迫地闯入了里佛塞德县 河滨医院的急诊室 被送医的病人状态极差 中毒失语 心跳过速 已经出现了急剧的血压下降 情况非常危急 参与抢救的呼吸治疗室莫里 很快就查看了患者的病例 病人的名字叫做格罗里亚拉米雷斯 31岁 宫颈癌晚期 当前最主要的目标 就是缓解病人心率的异常 医护人员迅速地为他注射了安定 劳拉西盘 以及利多卡因等相应的药剂 但却都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 在危急之下 他们立刻剪开了患者的上衣 准备开始心脏除颤地处理 按照标准的急救程序 护理人员苏珊从格罗里亚的静脉里抽取了血液 其余的人则开始对心脏施下惦记 一切都紧张有序地进行 而就在这个时候 急诊室外的工作人员却突然看到 刚刚还在观察血液样本的苏珊 不知道怎么突然晕倒在了房间里 还没有来得及查明原因 他们就接着惊骇地发现 治疗格罗里亚的医生和护士们 竟然一个又一个地栽倒栽地 在急诊室里 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欢迎来到三根研究所 今天我们将介绍一起离奇的医疗未解事件 格罗里亚事件 在连续晕倒了三个人以后 现场的人员才终于察觉到事件的严重性 没有一个人知道 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导致如此多人失去意识 尼弗赛德县合并医院 立即启动了最高级别的隔离措施 考虑到有毒化学品的二次扩散 现场人员用过的衣物和物品 也立刻被全部处理 晚上8点50分 格罗里亚因突发性的肾衰减 抢救无效去世 从他送医到死亡的35分钟时间里 有23名医护人员 分别都出现了不同的症状 其中5名因病情严重住院 还有一位甚至被送进的ICU治疗 受害人员的症状包括恶心 呼吸困难 皮肤灼烧感 以及暂时性瘫痪等等 没有明显的规律 如此诡异的医护伤害事件 即便在整个医疗史上也极为罕见 更麻烦的是 如果不尽快地找到病员 事件还很可能进一步地升级 晚上11点 李佛赛德县官方所属的有害物质小组 在事件发生仅仅两个小时以后 就抵达了出事的医院 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 地点以及伤员的状况来看 最有可能的情况 就是在急诊室里泄露了某种挥发性的有毒气体 小组很快就对事发现场进行了全面的搜索 重点排查硫化菌 以及光气一类的窒息性气体 但奇怪的是 他们将检测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医院 却根本没有找到半点可疑的物质 距离事件发生 仅仅经过了两个小时 但事发现场居然没有任何的异常 带着一种奇怪的不协调感 调查小组很快就已出现症状的工作人员 展开了全面的沟通与结束 而随着拼凑出来的信息越来越多 他们才逐渐开始意识到 事故的源头也许根本就不在医院 而是在抢救的病人格鲁利亚的身上 根据现场人员的回忆 当天晚上 在检开了病人的衣服以后 大家很快就察觉到了异痒 格鲁利亚与那些普通送医的病人 有一些明显不同的地方 他胸前的皮肤上 覆盖着一层光滑的油膜 嘴里也会不时地发出一种 类似大钻腐烂的味道 由于不清楚病人的生活习惯 晚安患者又通常会有许多的病发症 所以他们当时并没有怎么在意 然而就在几分钟以后 怪事就开始发生了 首先是护士苏珊出现的问题 他在为格鲁利亚抽血的时候 突然间闻到了一股氨的气味 紧接就有一种恶心的感觉 瞬间覆盖到全身 他刚将血液样本递给了旁边的人 就一下子失去了意识 第二个接触到血液的医生助力 也遇到了一样的情况 他也闻到了利斯安的味道 而且更加不可思议的是 朱莉还清晰地记得 在他倒下以前 曾经发现格鲁利亚的血液里 漂浮着一种白色的结晶 随着两人的倒下 有序的现场很快就混乱起来 一个又一个的医护人员 开始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 这场离奇的集体中毒事件 也终于正式地爆发 没有人清楚毒素的限制 留存的时间 传播的方式 但种种迹象都表明 格鲁利亚的血液和身体里 一定存在某些可怕的问题 经过详细的规划 六天以后 尼弗塞德县死因裁判办公室 正式开始了对格鲁利亚的尸检 按照检验的顺序 他们分别提取了格鲁利亚的血液 与身体阻值 包括心脏 肺 肝 大脑 以及肾脏 还抽取了自施发以来就密闭在停尸间里的空气 理论上来说 只要分析血液里的有机和无机化合物 加热毒素容易留存的胆质和肝脏 到人体正常的温度来提取有害气体 就一定能够知道 格鲁利亚的身体里 到底藏着什么样的东西 对身体阻止的分析 持续了好几天的时间 工作人员将铁和脏气 进行了全面的化验 检查了所有可能存在毒素的地方 却越来越发现不对劲 与他们此前的各种猜想不同 格鲁利亚的死因 确定是由宫颈癌引发的肾衰竭导致 可以说与毒素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且在他的体内 也同样没有发现半点有毒的化合物 死者的血液里唯一有问题的地方 就是二甲击风的含量很高 然而这种故事 是完全无毒的 无法解释事件的起因 又找不到有毒的化学物 里弗塞德县卫生部门 再也想不到其他的办法 只有向劳润斯利夫摩尔国家实验室 以及周一级的卫生部门求助 然而 虽然新的调查组 很快就配合他们进行了检验 却依旧没有发现任何的毒素 就在事件即将陷入僵局的时候 两位周一级卫生部的专家 在分发给工作人员的问卷调查里 突然找到了一些被忽略的线索 他们发现 23名受害的医务人员 并没有一个明显统一的病症 尽管有少数人在近距离的治疗中 出现了严重的症状 但也有不少人从头到尾都 呆在格洛利亚的身旁 并且同样触碰过血液样本 却没有任何的异常 23名受害人 不是每一个都接触了格洛利亚 而且几乎全都是女性 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或许从一开始 调查组就完全想错了方向 有一种异常罕见的疾病 可以与现场的情况一一对应 而且推论一旦成立 就可以很好地解释这场离奇的中毒现象 这个疾病的名称叫做 集体性歇斯底里症 集体性歇斯底里 是一种群体性的恐慌错觉 它常见的表现方式 就是某个群体 会在一个个例出现症状以后 全都跟着偏激的详情 他们正在遭遇同一件可怕的事情 虽然目前对该种疾病的了解极为优先 但可以确定的是 特殊的气味 紧张的环境 都有可能诱发这种幻觉的出现 而最重要的是 从中世纪开始有记载的病例中 发病的人几乎都是女性 与事发的现场完全吻合 随着这个离奇推论的公布 河滨医院集体疫症事件 一夜之间就成为了加州新闻的焦点 在23名出现问题的人员里 有工作10年以上的护理专家 也有见惯了无数病例的医学教授 他们无一例外 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明显的病症 在现场第二个倒下的医生主力 更是在与格罗利亚接触以后 就因为严重的休克住进了ICU 他在接连两周的时间里 相继患上了上呼吸道感染 肝炎 一线炎等一系列疾病 还因为缺血性坏死 做了长达半年的轮椅 是什么样的幻觉 才可以导致这么可怕的后遗症 由于官方缺少决定性的证据 关于幻觉的猜想 立刻就引发了受害者们的强烈愤怒 因为急诊室里环境紧张 就出现这么多离谱的症状 这简直是对专业人员最大的侮辱 1994年6月 朱利联合了很多事件里的相关人员 正式对死因裁判所进行起诉 事件里的另一位受害者莫林 也又一次找到了利福摩尔国家实验室 委托他们重新启动调查 从格罗利亚的检验报告来看 它血液里唯一存在的问题 就是超量的阿尔甲基风 顺着这条线索 国家实验室发现了一个 以前被忽视的地方 格罗利亚在生前 会经常涂抹一种 叫做阿尔甲基亚风的药物 这是一种被淘汰的万用药 通常一些有疼痛症状的人 会考虑用它来诊痛 2月19日当晚 现场的医生曾经看到 格罗利亚的身上有一层光滑的油膜 其实就是因为涂抹了这种药物 根据他们的推测 因为抢就是大量吸氧的关系 阿尔甲基亚风在进入患者的身体以后 也许会与身体里的氧原子结合 从而产生大量的阿尔甲基风 因为阿尔甲基风可以在室温里形成结晶 这样就同时解释了 朱莉当时在血液里看到的那些颗粒状的晶体 可问题是 无论是阿尔甲基风还是阿尔甲基亚风 它们都不具备毒性 更不会导致这么多严重的症状 尼弗摩尔国家实验室又想出了一个新的假设 那就是格洛利亚或许会因为晚癌的特殊体质 结合当晚的电机或者某个急救的操纵 让阿尔甲基风在它的体内 与更多的氧原子结合 最终转换出了硫酸二甲质 这是一种真正的剧毒 一粒方米空气里只要含了0.5克 人类在其中暴露10分钟就足以致命 在抽血的过程中 硫酸二甲质也许通过某种方式散播了出来 以呼吸或者触碰的方式 对医务人员逐一造成伤害 最后又因为在特定环境下不稳定的特性 分解成了其他的物质 躲过了研究人员的调查 国家实验室的设想 明显要比幻觉更有说服力 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死因裁判所很快就公布了这一详细的推演过程 希望以国家级权威机构的假设 尽快平息医护和民众的质疑 但他们却没有想到 结论刚毅公布 就立刻引来了大量化学家的反驳 二甲戚风是一种反应性很低的化学物 要想在体内与氧原子结合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且就算真的合成出了硫酸二甲质 这种物质就像催泪弹一样 中毒后最明显的症状 就是会出现强烈的呼吸道和眼波刺激 但当晚根本就没有人有这样的问题 也有多位化学家按照假设进行了实验 却同样没有一个人可以成功地还原 1994年秋节 在多种化学理论被质疑以后 当地的卫生部门再也找不到更加合理的解释 只能用利弗摩尔国家实验室的假设 为事件最终进行了定案 调查开始的第三个月 格罗利亚的尸身在奥利福古的纪念公园正式下葬 由于被各个部门多次检验 他的遗体缺少部分的大脑 心脏丢失 其余的脏气与器官也被自己的粪便污染 已经看不出本来的模样 42月19日以来 他的家人一直在等待最后的结果 在数个月的时间里 他们被迫听取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化学知识 忍受着无数的陌生人 在背后进行人体毒气罐一类的职责 但直到今天 也依旧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们 格罗利亚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除了集体歇斯底里和硫酸二甲之以外 有人在新时代洛杉矶周刊上 发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推论 那就是这起事件 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 发生事故的里佛塞德县 是假基本病案 也就是病毒的多发交易地点之一 合并医院的各项条件完备 本身就曾被传言 存在制造违禁品的秘密实验室 假设在案发的当晚 医护人员因颤阳错地拿错了数月带 将作为违禁品前提的假案 替代了用于急救的药物 就有可能出现强烈的安危 以及部分类似的独立症状 但由于涉案的人员太过敏感 当地的政府为了掩盖真相 才自导自演了这场怪当的闹剧 虽然这个新的猜想 比以前的假设更加的不可思议 但巧合的是 负责调查案件的组长斯蒂芬尼 偏偏在开展工作的一个月以后 就因为压力过大 精神挫浪而自已身亡 这不得不引起了 人们对阴谋论更多的猜想 格罗利亚事件 是上个世纪最低期的医疗事故之一 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确切地知道 1994年2月19日的晚上 在河滨医院的那间急诊室里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造成23名医护人员出现 独立反应的东西 是一种从未发现过的有害物质 还是某种集体性的恐慌错觉 也许随着我们认知的改变 总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